瑞港公路不但适逢与弊断 事实上还有部分老旧的桥梁也期待改善 尤其瑞港一号桥 桥短窄小又紧接着下坡急转弯的道路 过去车辆险向还生 部落族人争取期盼纳入瑞港公路 二期改善计划提升道路的安全品质 民国64年批建完成的这一座瑞港公路一号桥 桥短又窄小不说 由于衔接上下坡急转弯路段 遮蔽交通视野 过往车辆经常紧急闪车 现象还生 瑞港公路不仅是泛州交通要道 更是汽美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 除了风雨必承载的路段 事实上沿路还有部分老旧桥梁也期待改善 尤其将近半百年的瑞港一号桥 部落族人以及民众一致期盼能拓宽改善 每次车子来这边的时候就是比较困难 要怎么闪 刚好是转弯的地方又是下坡 又看不到来车 每次在这个地方汇车就 三只金都出来了 我也要签了 接获部落族人陈琴反应的向代表林玉芬 也积极向上提报争取 希望能够纳入瑞港公路二期改善计划 以并进行改善来提升道路交通环境的安全 也获得现在不等上级单位的重视 会同村长蒋国雄一起现场会刊 非常危险这是第一点 那所以希望能够拓宽 第二点是说我们瑞港公路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瑞税 秦美不管是我们在地人士 都希望能够给公路局来管养 那公路局管养 它回归到公路局 它需要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两座桥 能够同时来拓宽 然后让它达到他们的 就是回归给公路局的这个标准 瑞港公路地质脆弱 地方政府年年投入人力金钱 维护管养 但一逢大小雨交通必断 向代表林玉芬也进一步表示 现在逐步强化提升瑞港公路环境设施 希望能够达到公路等级标准 最终瑞港公路能够由湘县道 升级为省道 回归到公路总局管辖 记者是玉兰最终采访报道 太大小 sib了 谢谢观看